我們回到玉銀踩場 這集是錄的 今天是12月26日 距離2012年的新年還有幾天 年尾當然要檢討反思 剛才提到人民力量的弱點 在選舉中暴露無謂 但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那是一個初生組織 還有那是一個票债票償運動 當然過程中令我們檢視一下 我們的弱項是甚麼 同時整個選舉工程的設計 因為都是很粗疏的 這就是我們的所謂弱點 但這個弱點的意思 就不是我們過去已經有些優點 或者在運作中出現一些弱點 而事實上這個運動本身 說句難聽一點 拉閘成軍很多參選的人 都是第一次參選 沒有經驗 在籌備的過程中 我們自己中央的支援又不是很足夠 當然這是跟財力資源人力 各個都有關 你的支援又不夠 所以整個選舉工程 當然我們說 飄渣飄償運動是失敗的 但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即使我們沒有辦法將何俊仁拔下來 將馮檢基拔下來 但是起碼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原來那個棄補效應是出來了的 到最後關鍵的時候 那些支持民主派的選民 他就覺得不應該投給我們 這個是出來了 這個出來了就不是代表我們的弱點 而是我們整個運動的訴求 沒有辦法將我們的訊息 很清楚地帶到地區選舉那裡 而令到那些選民 能夠接受我們的論述 很明顯就是這樣 尤其是地區選舉的性質 大家都很清楚 真是街坊保長而已 都是地區上的事務 大家比較關注一點 你看到那些婆婆 嬸 阿公 阿伯 即是他跟那些區議員的關係 一個區議員 如果在地區上 你那幾座大廈 你要搞好關係 很多人都認識你 根本就不難 所以很多現任的 爭取連任是比較好處的 如果你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 打開地區選舉 它是有一個難度的 但當初我們都明白這個道理 我和大舊都很清楚 即是你的票債票償運動 要在區議員選舉裡面 去能夠訴求 可以很清楚落到地區 令到那些支持民主派的選民 接受了我們這一套論述 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鬥爭 說它難聽一點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過程很重要 在過程裡面 至少我們被批判也好 會令到那些人去反思 有些人會想 為何你會去跟民主派分票 為何要搞這個票債票償運動 有些人會反思 在整個過程中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即使大部份支持民主派的選民 他不支持我們 但是有些人會去反思 會去想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你這個訴求 我覺得都對 民主派 特別是民主黨和民協 它出賣選民 違背選舉承諾 我也同意 但是去到要跟建制派爭這個席位的時候 我就真的要含淚投票 真的有些事情 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都在做一些統計 因為現在暫時選舉選務處 那個所謂多了一個萬多票廢票 究竟有多少是百票呢 它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告訴我們 如果單以廢票來計算 它是比上一屆多了一萬多票 那這萬多票的廢票 會不會是我們這個運動有關呢 會不會是我們提出投白票 我們投白票的都是最後兩星期才說的 這些其實我們都在仔細做一些研究和分析 所以整個運動當然也有人民力量去參與 有超過六十人去參選 亦都突顯了很多 第一就是選舉工程很粗疏 第二是候選人的質素也很慘 第三就是候選人去參與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被我們拔來參與這個運動 至少他接受了我們這個運動的論述 他是支持認同我們這個票責票償的理念 這個我覺得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收穫 你去找人來參加 如果他不接受你這一套理念 那他怎麽參加呢 他都明知道我去參選 是一定贏不了席位的 除非有些人覺得 我有機會贏到席位 那好吧你又搞個運動 那我因利成變我就來參選 但我們那六十個人 全部都不是這樣想的 打算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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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本身也是一個 大靠成強調一個新民主運動 一個本土民權運動 當然這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 所以要持續下去 我自己又不是太擔心 我會擔心的就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 我們自己疏難 我又不會擔心那個運動 這個理念是錯的 或者得不到人來支持 我不會擔心這件事 我們只是擔心 就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 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多 我們自己這班年輕朋友 可能會比較疏懶 所以現在我們最重要 就是有些平台去凝聚這班人 好了你票票票場完了 接著又是散修修 那有什麽意思 很多政黨都是這樣 選完之後散修 所以接下來的組織 就是群眾的凝聚 和那個組織動員是重要的 因為過去很多時候的活動 可能都是在一些重要的時刻 譬如1月1號遊行 或者7.1遊行 或者要求林瑞倫下台 就是有些的遊行 很多時候都是透過遊行 透過電子的媒體 或者是透過網台 和透過Facebook 去宣傳 號召群眾參與 很多時候都很成功的 幾次的遊行 即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幾次最近這一年左右 差不多遊行 最多人是我們 但是 怎麽樣去把群眾的支持 轉為選舉的組織動員的力量 這個很重要 所以接下來 人民力量就會在每區 成立辦事處 譬如港島、九龍、新界東西 會成立這個辦事處 接著就會在18區議會的分區 成立服務處 也都按個別區 就會召開研討會 給多些群眾有機會參與和給意見 但是最後就要落實 在區那裏 就要正式 要扎根 正式在地區上 要將人民力量的理念 宣揚出去 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18個區 因為18個區議會 如果 遲些少 人力方面是足夠的 412個區議會的選區 都應該有這個人士和朋友 可以因為個小區都逐步播這個總指 譬如 我們現在開始嘗試的 就是用這個要求 政府在財政預算案 派每人派8千元 去年我們成功爭取了 是吧 我們原本 開頭說派五千 最後呢 六千 就是我們要求去到一萬 最後就派六千 今年我們要求 正式給了裁野的預算案 就是派八千 因為到二月 財政司制公佈了財政預算案 所以我們有一個多月時間 就可以落區去宣揚 亦都透過這個一人一信的運動 可以令到人民力量 在地區上的支持者 真是有機會在地區上 在每一個村那裏 散播這個總指 給市民覺得 咦人民力量 不只是在網台說話 我們在地區上呢 都是有實際的工作 還有很多時候 這些地區上的工作呢 當你搞簽名運動 一人一信的時候呢 已經在說這個話派八千元 但是很多朋友呢 就會來跟你說其他的議題 其他的問題 給其他的意見 如果地區的支持者 地區的負責人 又跟這些關心 或者是理論上 理念上 支持人民力量的呢 亦都可以邀請他 加入這個地區的義工團 或者作為一個聯絡人呢 令到人民力量 在地區上的網絡可以擴散 和逐步可以開發結果 這就是要大家努力的了 因為事實上 我們需要大量的人手 資源 在財政上 接下來我們要搞幾次籌款 不然你怎能滿足到 我們接下來搞那些事情 你要多開三個地區服務處 又要請人做事 就算他們現在打肥費最輕 我當年一個要三萬元 你三個部署就九萬 一年那裡就成百萬 再加上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在財政上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壓力 行上的支出當然要有 所以我們大家要拼命籌款 另外一方面 當然我們最近有很多小額的捐款 那也是一條數 如果你每個月固定 有十萬八萬的話 我們就比較沒有那麼擔心 否則就整天只要想辦法籌錢 當然大部份政黨都會盛窮 但我們真的沒有大水猴 吹著 我們不同民主黨公民黨 他們有些大水猴吹著 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要靠一些 所謂化整為零 多數人很少錢的支持 然後會變成能夠支撐我們人民力量 繼續生存發展下去 我們希望經過我們反思檢討之後 我們真的要在地區上面 我們要做多些事 剛才大舊的說法 舉個例子 就是那八千元 如果在地區裡面 一人一順 你說沒有一個人反對 叫政府派八千元 是吧 起碼讓地區人士明白 或者地區居民知道 我們在做一些實事 當然這也是需要有些資源 你在地方上面要先結合很多人 但要拔很多人 你如果只是靠執委會 或者靠現在人民力量 幾個團體的支持者 是不夠的 你一來到地區的時候 你就真的開始散業 所以未來我們要定了一些機制 就是架構出來 例如過去很多時候 民力量有活動 在網上一吹 那些支持者真的很熱心 有些人在柴灣都走到過來屯門 是吧 就是跨區這樣去幫忙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長遠發展 長遠一個扎根地區的政治團體 就很需要大家的時間較為方便 因為如果你經常要跨區 變成勞私動眾 但是如果在地區上 每個區都有一班的朋友 可以協助和參與的話 那那個工作便可以持續 還有可以長久 所以呼籲各位朋友 你自己本身 還有如果有些朋友 你都知道是支持人民力量的話 希望真的可以歸隊 我們要在地區 做很多人民力量自由的網絡 這是最重要的 每一個地區 或者每一個小的選區 都有人民力量自由 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人民力量執委會裡 都會討論這些問題 究竟如何整個架構出來 我們自己本身有個行政架構 然後在每個地區裡 都要建立一些網絡 當然這是一步步地做 你訂了計劃出來推動 看看效果如何 當然這不是短期可以收效的 可能會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 慢慢慢慢才會承認 還有我們現在都會在年宵裡 我們會招募多些義工 招募多些義工 利用那個年招 我們現在就投了一些攤位 到時又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我們下一集 其實我們就會回顧一下 29日那集 回顧一下2011年的香港大事 很多傳媒都要做 我們不妨在這個節目做一下 比如我們又歡迎大家 在網上提供 你認為去年哪些新聞 或者哪些大事 是值得我們要拿出來說的 我們自己也會做一些準備 等下一集我們就可以分析 無論政治、經濟、民生 那方面究竟去年 香港發生了甚麼問題 哪些是我們覺得 應該要拿出來討論 值得大家去檢討反省 包括政治 政治一定有很多單 我們可以拿出來說的 包括經濟、民生等各方面 我們希望在下一集 可以講一講 今年2011年香港的大事回顧 其實講兩集都講不完 不過我們希望各位網友 可以提供 你認為哪些 希望我們可以在這裡說 我們樂意採納大家的意見 今天這個節目主要是講 我們人民力量 特別是我和大舊 兩個人未來的規劃 大舊就會加強在人民力量組織 特別是地區工作 對我們其他年輕成員的輔導 因為大舊畢竟在這方面經驗比較豐富 其實人民力量組織的部分 應該是要鞏固的 以及要發展的 但是過去這一年 因為我們成立到現在 大約七、八個月的時間 幾個團體的人的磨合 到現在為止 都是挺好的 我覺得 沒有什麼大的爭執 我們主席劉家雄也非常稱職 他的形象相對比較 比別人的感覺 比較溫和一些 親和力強一些 好先生 好先生 其他那些團體 我們大家在合作上 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至於我們的執委會裏面 都有個別年輕的成員 可能大家在一個磨合裏面 基於那些所謂憑黨的因素 就是毒素未清 這個我們兩個老人家 不妨在那裏遲些說一句 我們希望社民連過去那些所謂憑黨毒素 是不應該在人民力量出現的 所以大家 有什麼在執委會裏面說 有什麼攤開來說 就不要在網上含沙射影 互相攻擊 這個我們是最重要的 我和大救都很反感 我不管你誰 是吧 你是什麼人都好 我們一定是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 我自己就會加強在論述上 明年的七月份 我可能會出兩三本書 現在我在整理我四年 做立法會議員的回顧 因為有些資料 我們之前已經有存在 大家如果記得 我第一年做立法會議員 我已經在當年的任期 即那個會期完結的時候 我已經出了一本書 叫做《毓文以彈搞事錄》 那本這樣的書 即是厚達三百多頁 而且裡面是文字佔多 竟然都可以買到八九千本 這也是一個奇蹟 所以我現在新的一本書 即是講我四年政壇的經歷 那本書 就會比較生動一些 我都在籌備 這些就是我的論述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曾經跟大家預告 我們會出一本民主黨賣港實錄 但是這個名字到時候 會不會影響那個選舉 然後被人去質疑呢 我們正在想 但是主要那個方向的內容 都是講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 即是過去這一年 遭受到這個打擊 因為有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 嚴格上來說不算成功 因為民主黨抽後退 接著有政改 接著有票债票償運動 我們會將五區公投 政改和這個票债票償運動 三個來做一個主軸 然後從這三件事 這三件大事 政治大事 再去做一個基礎 然後去講過去二十年 那個民主運動發展 即是原本那本書 就是要講民主黨賣港實錄 我們可能將它變成一個負錄 放在這本講香港民主運動的書上 主要是講三樣東西 五區公投 政改和這個票债票償運動 這個我們希望在來年 即是選舉之前 這本書能夠出得到 我想也是香港 即是史上一本最完備 那些民主運動 很重要的民憲 這是民憲 所以我自己想起 2012年其實都很淒涼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 凝聚多些人 所以有興趣做這些事的人 大家又不妨直接來找我 剛才我們也提過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主要分開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普羅政治學院的 就是論述的工作 以及教育下一代 或者是就回政治議題的討論 一些場地 所以如果是喜歡在政治論述方面 多些參與的 可以在普羅政治學院幫忙 另外就是地區組織方面 如果很多朋友都喜歡做義工的 特別有些年輕的朋友 將來在四年後 都很有興趣想嘗試選區議會 其實現在已經可以參與地區工作 因為地區工作是一個細水長流 是一個要耐性 也都要時間去建立這個關係 也都要建立對地區問題的認識 這也是一個好好磨煉 和鍛煉的場地 因為透過地區上的工作 透過地區議題 你可以不但和居民建立關係 也都可以透過這些問題 對政府部門的運作模式 是多些了解 和對政府的公共政策 更加可以有體驗 因為地區工作和地區問題 必然和政策有關 必然和某些部門 是否這個盡責有關 所以透過這個地區工作 其實對年輕朋友來說 對社會的認知是有一定的提升 好 我們這一集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接下來29日這一集 我們主要是回顧香港的大使 特別是政壇的大使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大久其實聖誕節都不在香港 我們一年到晚都需要有些時間休息一下 當然有時充電後就重新出發 好了 我們29日再見 拜拜